藍綠之間如果有鬆動 或內部不團結的跡象 柯P一定會一隻獨秀的成長 這是必然的 因為在SAKA2的情況下 刪除鼎立的情況之下 這是我的判斷 不但斷言柯文哲一定選 更用轟動武林人才類比 身為檯面上最強棒 韓國瑜點破老戰友 為2020最大黑馬 藍綠兩黨如果推出 最強的候選人在未來 那柯P就會陷入苦戰 如果藍綠本身 限於自己的不團結的話 或者內部有一些 不愉快的情況之下的話 沒有辦法整合力量的話 柯P就會一定會 一隻獨秀的成長 這是一定的 一藍一綠都在內耗之際 柯文哲穩穩坐當抽頭 等各方亮底牌 從平平出訪到全台趴趴走 默默累積政治能量 鋪自己的總統路 要不讓漁翁得力 除了藍綠都得推出最強棒 韓國瑜更喊出團結的力量 柯文哲事實上在還沒有宣布之前 而且還沒有提到任何國政 對於未來國家推動的很多想法 民調都在第二 藍綠兩黨必須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如果在初選的過程當中 還有內鬥惡鬥的狀況之下 當然會讓更多的中間選民看不下去 人民所要看到的就是說 當你只要團結的時候 我相信那就變成一個領域力 誰最強大家就是力挺支持 除了民進黨強攻 還有一顆不定時炸彈 不讓一手好牌打到爛 國民黨就要團結挺最強 記者王志文成員NC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請便宜